Hello大家好我是小海 今天我们来用积木拼装一个钢铁侠的浩克战甲 说它是浩克战甲感觉又有点不太准确 因为它上半部分是战甲 下半部分又像坦克的履带一样 并且手上还有6个这样像炮带一样的东西 和电影中感觉差别很大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像图片这样可以发射 我们来拼拼看 一本拼装说明 四包173个零件 还有它脚上的两根履带 摸起来跟橡皮叉一样的 闻起来也像橡皮叉 但不会真的就是橡皮叉吧 不行我一定要试一下 我叉 这好像真的是橡皮叉吗 逗你们的 这点印记手都可以擦得掉 回到主题 我们先把零件拆出来 给大家变个魔术 还是这样赏心悦目 开始 底座部分拼好了 再把上面的战甲部分拼出来 对接一下就完成了 大功告成 我们来欣赏一下 整体还是非常的威武霸气的 尤其是这个激光手炮非常的帅 另外一只手就是爪子 功能比较多样化 上半身还可以360度旋转 背后还有4个炮弹发射器 绝对的重型火力 就是有一点 这里面并没有成座位 那么钢铁侠只能在旁边飞了 这个手炮虽然不能发射 但是当一个摆件还是不错的 作为漫威电影里面人气最高的角色 钢铁侠大家肯定耳熟能详 那么钢铁侠在电影里面的真名 你知道叫什么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Bye